昨天的年初五开工就有人去抢银楼 宜兰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嫌犯 他假装要买金项链 结果趁人家银楼老板不注意 抢走了价值七万八的项链 气得老板追出去 然后骑着摩托车一家一家的找 最后在两百公尺外面的银楼 逮到正要变卖脏物的抢匪 画面中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进了银楼之后跟老板说要看金项链 接着开始试戴 过了三分钟之后要求要刷卡购买 最后是老板转身不注意 偷了价值七万八千块的金项链 立刻冲出地外 老板气得跳上玻璃柜 夺门而出去抓贼 就往他逃走的方向 骑摩托车沿路看 刚好看到他在一家的那个 摩托车停在一家的门口 银楼老板自己扮柯南 就在距离两百公尺外的银楼 发现了刚刚偷金项链的嫌犯 正在进行变卖交易 赶快通知警方前来抓人 嫌犯是说 那因为欠人家七万多块的钱 然后经过有人在追债 那一时就说一说 动起这种抢夺的念头 年仅二十岁的年轻 无姓嫌犯 没有前科 犯案后声称自己是有工作 抢银楼完全是个人私事 年初五一开工就抢银楼 证明抢匪过年后 得在金牢里好好反省 今天新闻林医生何兆伟宜 参观报道 对 对 谢谢大家